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麼我們這場第一個主講人是莊銘師長 我跟他很有淵源 很久以前就認識了 他說在臺北大學資源管理研究所的時候 他是第一屆的民業生 第一屆的民業生 沒有問題 主持人還有余台 然後各位宇慧先請請大家不安 很高興今天有這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經濟部 對目前大家討論碳廢制制論的一個想法 那我們今天嘗試的從阿里清晨 一個經濟公平性、工具有效性 跟財務確立性的三個方向 來跟各位討論這個問題 那我們經濟部這個議題其實還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到底經濟部怎麼看碳定價或是淨零 或是碳廢這件事情 我們先從淨零先開始談 其實經濟部看淨零其實 從來不認為它是一個單純的環境問題 尤其它更不是一個傳統的那個 像空污、土污、水污 這樣子傳統污染問題 因為它的尺度跟整個影響的液體範圍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它更也不是一個 剛剛講它不是一個單純的環境問題 它更是一個能源問題 剛剛提到像台灣90%的溫氣排放來自於能源使用 所以怎麼透過能源轉型來解決 近年問題其實要從能源問題來開始處理 那它更是一個經濟跟產業跟貿易問題 尤其是台灣是一個出口保向國家 那怎麼在近年趨勢下維持台灣的一個經濟成長的動能 然後帶著我們產業來應應這樣的趨勢 其實有很多事情得要做 那其它更是一個社會問題 為什麼 剛剛提到其實很多的經營措施 或許可能會帶來所謂的綠色通膨問題 綠色通膨會延伸 可能一些都是團體所會有的更正轉型問題 那其中我們也擔心 其實有沒有可能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產業問題 會不會有些產業在整個經營轉型的過程當中 它可能會有一些調整上的一個步伐 沒有辦法跟上大趨勢 就會有產業可能中止消失 那它消失可能大家聽到說 那個產業不見可能就解決了我們探牌問題 可不要忘記 那產業可能有相當多的救援人口在台灣 這些人怎麼辦 其實它是衍生非常複雜的一個問題 所以幾乎在思考靜靈 思考探定價顏色的這個問題 其實從來認為我們現在解決的是一個探牌問題而已 其實我們要解決的是包含剛剛各位思考 剛剛各位討論這麼多面向的一個問題 好那我們回到探定價我們怎麼看呢 其實很清楚的 從IEA或是很多國際機構 都告訴我們探定價是解決 靜靈非常重要的一個工具 它可以讓我們現在所有的排碳的這個外部性問題 給內部化 那當然我們知道這樣子的內化過程 就可以讓產業有非常充分的一個價格資訊 來調整它自己本身的一個生產 或是它的一個資源配置的一個模式 包含它願意使用現在相對價格比較高的濾能 或是說它願意採取一些製程轉換 或是一些能源效率提升的一個投資 那我們幾乎更期待的是 其實不只是解決產業 讓產業願意去行動減碳 可是我們更希望的是 有沒有可能透過這樣子的一個碳定價資訊 讓那一些可能本來存在的一些研發 因為它沒有辦法從碳的定價得到一些效益 我透過碳定價讓這些更多的研發技術 或是更多的新的模式 在產業內部或是在整個新創裡面 有更多的一個機會 其實是我們更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跟朋友講說 其實碳定價 就台灣來講 剛剛提到我們是一個外銷導航的國家 所以在國籍這張趨勢 我們怎麼透過國內的碳定價 讓我們廠商能夠來對應國外 像歐盟Seaman這樣子的一個碳定價 調整機制的一個趨勢 因為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在台灣不交碳費 勢必要幫我們還是得交 那我們在台灣還不如把這樣的碳費 留在台灣 或許我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來解決 或是來協助我們來邁向禁令 那其實講到這邊他會覺得 政府思考應該沒有問題 那到底我們最近一直在跟 環境部討論的問題在哪裡 其實很多都是在於 在這個概念之下 國際上怎麼做 那它那一套的做法搬到台灣來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會發現 每個國家在整個攤價思考 它的原理連則已經都不會差太多 可是到每個國家的做法 其實都有它的一個差異性 為什麼 因為他們一到國內產業 國內的一個社會 國外基金 跟它甚至國內的物價狀況 它的價格水準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它是不是要有一些 制度上的調整 來對應它自己本身的一個 國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要嘗試 從三個面上來探討 我們認為 在整個攤機器上 有哪些問題 其實要做思考的 第一個我們要談 其實剛剛 上一場先進基金提過 就是所謂的公民性問題 我想跟我們一起有兩個問題 剛剛第一個提到是 國內產業競爭公民性的問題 我們不要造成 國內產業之間 有腳貪費跟沒有腳貪費 本身在同一個業別 競爭不公平的一個狀況 因為其實他們生產模式 其實差不多 只是因為我們今天 剛好切了2.5萬噸的這一條線 造成他們的一個不公平的狀況 其實這是制度所造成的一個扭曲 我不希望有這樣的狀況發生 那更不用講到出口的一個競爭 我想我們從各國攤家來看 其實他們都得要勢必去照顧到 我們會不會影響到的國際競爭力 更不用講說 其實就全球的減碳的角度來看 如果不當的攤定價 造成所謂的碳洩漏 其實反而對全球的減碳 其實是非常苦力的一個狀況 所以更不用講說 其實我們很多產業它在產品的單位碳排放上 其實到國際上去跟很多的產業比 只是一點都不遜色 而且是相當有競爭力的 可是不要因為我們一個不恰當的一個碳低價制度 而讓廠商面臨到一個不公平競爭的狀況 反而它的競爭優勢變成劣勢 這是我們比較擔心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從一個大程度來看 我們避免它的一個公民健康狀況來看的話 我們再往下來看是 其實跟各國在思考它的探定價的時候 其實也會注意到 我們那個國家它有哪些成業問題要解決 最基本的它可能有國防民生的問題 它為了維持國家的一個安全國家穩定 所以它必須適度來保護這些產業 另外它也針對它自己本身有競爭力的產業 去給予它適度的一個碳低價的一個配套 來維持它一定的競爭力 我們在圖的各位的左側片 我們想分享一個資訊室 當然或許會常常用那個國家實際上 在帳面上的碳低價的成本來衡量 每個國家的一個碳低價的負擔是多少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就我們剛剛一直強調的 其實每個國家的碳低價制度 其實都有非常複雜 而且針對性的一個配套措施來解決它 國內的產業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的帳面上的一個碳的價格 把它直接根據它的不同制度的設計來換算成 它每個產業實質的碳定價負擔是多少 我們以那個韓國為例 大家可能會看 我們這是從去年12月所抓到 現在可能這個價格一定要300多了 可是雖然它的帳面和台幣到兩三百的一個碳的一個價格 可是不要忘記它有90%的免費合配 所以如果我們這個時間點跟韓國一樣的一個產業 他們現在每噸碳的負擔成本只有21.6塊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每噸起蒸是100塊 已經是它的將近五倍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產業如果同樣是鋼鐵或是同樣子樣產業 怎麼來跟韓國產業競爭 這是我們要想提出來討論的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是我們覺得其實大家很強調 其實碳定價或是碳被其實真的不是要來懲罰我們的產業 它的排碳上的問題 我們可能更希望是它是一個有效的針對工具來引導我們的產業 做更多減碳的事情 而不是它單純繳碳被來解決它的碳排問題 那這件事情怎麼辦呢 我們覺得這個工具可能要注意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在課碳被的同時也要注意到說 很多國家在課碳被的同時 其實都會著於很多其他的配套措施 但我們在設定探價的時候 其實也要給這個廠商 這些很明確的這些配套作施的資訊 因為廠商在做決策 它必須是多方的考量 也必須在知道這些點上 它有哪些資源跟哪些負擔必須去處理的 它才有辦法去做一個適當的決策 所以我們認為其實讓那個探定價跟其他的因素 一起讓進入廠商的一個決策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第二個是我們也希望這個政策工具可以協助廠商 而且是配合整個國家的一個政策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整個淨零的一個趨勢 它有一個國家政策的一個導向在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些技術的一個局限性 因為有些技術可能目前國內相關的一些 主幹萬一說它可能沒有辦法在國內實施 或是有一些限制在 或甚至有些技術其實國際上甚至都沒有選擇的可能性的時候 那它可能它的那個減碳的步驟每個產業就會不太一樣 那政府有沒有可能去抓出每個產業它的主要排放狀況 它可能在每個階段可以採行的一個政策的一個狀況 然後它的成本是多少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制度的生計 來引導廠商走向減碳制度 其實這是我們認為這個工具可以做到的一個事情 所以我們想提的是財務可預期性 因為這邊有一個最近跟大家分享 我想剛剛蔡總長也跟大家提過 其實我們的那個排放員雖然500多家 可是它有非常集中的一個狀況 如果把500個排放員換算成大約是 現在在那個上市大約有300多家公司來看 你知道這300多家公司其中的前20大要負擔 我們未來可能課增碳費的75.37% 如果拉到40大它會負擔83.63%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300多家裡面有將近40家 就負擔了將近八九成的一個課增的碳費的狀況 你必須要去處理他們不同的一個排放量 所造成對它的一個衝擊的狀況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課增的一個情況 對台灣的產業還有對它財務的影響 其實都要把它考慮進來 其實更不用講前面提到的 在整個制度的一個可預期性 還有它相關的一個成分計算的 那個不確定性的一個降低 都是我們認為在這個制度上得要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所以基因物從以上三點嘗試來跟各位討論 再要分享到底基因物怎麼去思考 判廢這個機制的一個問題 以上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莊市長的報告 現在我們第二位報告人 是環境法人 環境法律人協會的兩位同仁 兩位各報告五分鐘 是不是 那我現在請簡凱倫理事長 謝謝 周老師 各位先前大家好 我是環境法律人協會那個姊凱倫 在這裡 我們這一趴 因為我們這一趴的題目 基本上是探定價與次次轉型 會前面五分鐘會先由我來先談一下 探定一下法治的一個問題 後面五分鐘由我們民署長郭文英律師 來談那個次次轉型的一個課題 那其實在探定價的一個法治的部分 其實剛剛小老師已經有在法規面 其實已經有去進行了一個非常詳細 而且精彩的這樣的一個分析 我這一篇基本上就不再多數 在我們的一個探定價機制當中 原則上我們大致上可以把它取分三塊 碳廢自願性碳市場 以及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的一個系統 在這樣的一個三個一個系統 基本上我們在進行一個 出戶上的一個制度上的一個分析 我們所要必須要去面對到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有探定價機制 我們在這裡並不是去各自去想像 我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政策目的 而是直接從法律的一個角度裡面來看 我們究竟為什麼會需要探定價機制 一個極為顯而異見的一個答案 其實就是為了氣候法所擬定的2050年 近零的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也因此在我們探廢 也就是剛剛蕭老師已經有去提到的 氣候法28條所規定的 所規定的一個探廢的一個條款 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已經直白的就跟我們去講 探廢的徵收目的就是為了我們國家的長期減量 以及階段管制目標 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會去說明了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剛剛所一直所在談的一個指定目標 不應該是以我們所2030年我們的NDC 也就是國家子組織讓貢獻的24% 正負1%來去做為這樣的一個對照的一個標準 這件事情是正確的 也也就是說 即便是我們將來的一個探廢的一個優惠費率 我們去進行這樣的一個指定目標的時候 不能夠去參照我們現在的NDC 而是必須是什麼 必須要去回到氣候法所賦予環境部 要去践行公聽會這樣的一個公民參與程序 以及召開專家會議所擬定的階段管制目標 這件事情基本上才是真正要去在指定目標上面 要去參照跟對照的這樣的一個數據 這是同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一個立法目的的一個存在 我們也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 其實我們在探廢制度的一個設定 為什麼是2.5萬噸以及要不要2.5萬的一個免贈額度 我們無法閃避掉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必須要去考量階段管制目標究竟是什麼 也就是說是透過一個階段管制目標 來去導引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探廢的課程 第二個件事情就是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 但是在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這一件事情 目前其實還在擬定的一個階段 還在擬定的一個階段 至於我們中間所談的自願性探市場 是這三套機制當中基本上媒體吵得最兇 但是基本上是相對沒那麼重要的 相對沒有那麼重要 因為自願性探市場機制包含了自願減量專案減量額度 其實我們更嚴格來說 其實它講的是減量額度的抵換交易機制 這樣的一個機制其實它目的是為了要去作為 探廢以及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機制 這兩套制度上面的一個存在的一個補充性機制 跟輔助性機制而已 真正去拉動我們要2050年真正進行的 其實是探廢跟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 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我們去進行一個釐清之後 包括我們剛剛所提的一個指定目標 究竟要去參照什麼 這些東西去釐清之後 我們下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我們下一個問題是在於說 那請問為什麼探費今天是2.5萬噸的起政門檻 進入到這裡我們其實法律上所在講的是在於說 的確環境部它本身確實是有權力可以去擬定書 我們在起政門檻 我們這樣的額度應該是多少 這是契落法本身所去賦予環境部 可以去制定執法的一個授權規範 但是去進行這樣的一個授權跟擬定執法的時候 法律上它其實並不是毫無限制的 它並不是毫無限制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所一再所去強調的 在探定價機制本身的這一個核心性的法律上的要求 也就是要走入2050年淨 以及要透過每3到5年的階段管制目標 來導引探定價機制的一個推行 這件事情是必然性的 而且是法定的 是要成為環境部本身 對於是它的一個起政門檻 以及它的一個費率相關的必須要衡量進去的一個因素 所以呢為什麼今天是一個2.5萬噸 而不是1.5甚至是3.5萬噸等等之類的 其實剛剛施次長其實已經有蠻明確的去提到 其實它目的就是為了要去對齊2.5萬噸現金的一個盤查的一個門檻 那在技術上 我認為這件事情在立法技術上 確實是有它的一個合理性的一個地方 因為現在我們所擁有的一個盤查的一個資料 除了以電力製造業如何作為行業別之外 那當然 這個是5分鐘到了 OK 好 好5分鐘到了 OK但是我的5分鐘確實已經到了 對不起 對不起 以這樣的一個 來去做為這樣的一個免贈門檻的部分 是要去對齊現在的一個探盤查的一個部分 這件事情在技術上 因為我現成我擁有這些盤查的資料 我擁有這些盤查資料 當然我要去課證這樣的一個 從排放源當中去課證這樣的一個探隊 當然就是我有它的一個依據 但是這件事情就是如同我們剛剛所去報告的 它仍然還是必須要按照環境部接下來即將在2024年所擬定的一個階段管制目標 要去產生一定程度的一個連結 也就是說 再去進行這樣的一個門檻的一個擬定的時候 本質上 法律上要求本來就是要去按照 必須要去連結到我的一個階段的一個管制目標 再者如果我們起徵的一個時間點是在2025年 但是同樣的我們無法去忽視到的一件事情是 金管會其實在2027年 他是以公司企業別 並且以企業別資本額來去做為一個分階段的一個探盤查的一個門檻 在2027年所有的一個上市櫃公司其實全部都盤查完畢 那在2027年其實所有的上市櫃公司全部都盤查完畢之後 多出了這一些的一個探盤查的一個資料 是否也應該要去做我們接下來要去調整2.5萬噸的這樣的一個思考 這個是基本上需要去留意的 第二件事情是2.5萬噸的一個免增額度 也就是說我今天即便是已經達到了一個2.5萬噸 但是呢其實我是2.5萬噸的這樣的一個溫室氣體排放 是可以不用去課程碳廢的 這件事情我沒有在環境部的新聞考當中去看到 而是目前是出現在1月3號的一個研討會 那我在這邊很快速也要去講 因為這個你絕對一定會有幾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甚至已經是會進入到是不是有裁量之役的問題 為什麼是2.5萬噸的一個免增額度 這一件事情我看環資的報導所出現的一個資料 主要是在於就是說是要讓這一些在2.5萬噸的一個邊緣性的一個產業 不要說因為我今天2.5萬2.4萬度那我全部都不用增 那我今天2.6萬度我就全部都要增 去產生的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奇異帳面的一個差別 但是如果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考量的話 我直接從結論上面直接說 這個可能應該會去落入到我們所在講的裁量之役濫用 裁量之役濫用是行政法院判決的用語 因為這個並不是氣候法本身所賦予環境部可以去考量而權限 而且這樣的一個考量點其實還有它一些一般的一些不合理處置 其實這個在1月3號現場已經有一些人去提出來了 而且更為重要是在於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去落掉總量管制與排放加餘 如果我們當今天我們在碳費給予了2.5萬噸的一個免增額度的時候 請問接下來實施總量管制之後 那請問如果在起初我們給予的核配額 又是給予免費的核配的時候 請問這2.5萬噸是否就會直接成為 總量管制免費核配額的一個定毛效應呢 這到時候這兩套制度當中 究竟要怎麼去進行這樣一個整合 就會去產生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我們下一把 十字轉型 謝謝 也時間有關係我這邊就直接開始 那個有關於持續轉型的部分 我還是要銜接剛剛凱文律師這邊所說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今天所有的碳定價機制的目標是為了減碳 是為了減碳 那這個減碳的目標其實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而不是單單是一個國內的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把全球的 我們一個最重要的目標是全球性的把碳減下來 而不是單純是我國要為了達到2050年要求各個這個產業轉型 這樣子一個簡單的目標而已 而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在國際間有一個共通的問題是 大家提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但是我們的手段不一致 這樣子的手段不一致 包括剛剛各位在談所謂的碳定價機制的時候 其實碳定價機制裡面有非常多的 包括剛剛說的自願性市場 強制性市場 碳費碳稅 企業內部碳定價 我們到底指的是哪一個 有的一些碳定價機制可能會是造成企業把它視為是一個cost 它是一個成本 可是有一些它是有經濟誘因可以push這些產業去願意自主的 而且是非常有積極的動力它願意去做減量的一個動作 所以在國際間所有的這樣子不同的一個不同的差異 但是我們沒有一致性的全球性的一個減量策略來看 造成了各個國家之間的差異 或者是各個國家的一個不同的使用方式 就會造成在對接上面 全球沒有辦法一致性的透過共同的一個減碳策略 達到一個全球減量的目標 這是我想要談的第一個 是從全球視野的觀點來看 我們如果只是單純從國內的角度來看 而忘記去對接國際這件事情 而且是全球性減量這樣的目標的話 那可能我們就會落入一個我們要怎麼樣接回國際 但是我們又一直在針對國內的相關的問題裡面去做一些討論 反而會變成是我們會忽略掉我們國內自身的一些 在其他產業剛剛特別有講到不同產業別裡面要對接國際的一些相關問題 那我這邊直接說幾個我比較重要的一個結論 第一個是我們要盡可能的從國家為減量主體慢慢走向區域性的一個 一個整合 然後慢慢的到一個全球對接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問題就會是一個 我們有沒有可能走到一個全球性的總量管制的一個市場 或者是一個區域性的總量管制市場 而不是單單以台灣作為總量管制市場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溫室氣體管制 溫室氣體溫管法本身 其實早就已經有溫室總量管制以及禮販交易這樣的制度 可是在這個制度為什麼一直沒有辦法實現這件事情 導致於我們要訂定所謂氣候變遷應應法 這樣子的一個納入碳費機制來作為一個過渡跟調適 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是因為國內的碳市場 要做總量管制的一個碳市場 它的抵換交易可能到最後就是這幾家公司在互相競爭而已 那最後犧牲掉的會是什麼 可能是中小七也根本進不來這個市場裡面去做抵換交易的問題 因為它很有可能就是被那幾個大廠 直接把所謂的這個抵換交易的那個交易量額度 直接給吃掉 那這個問題政府應該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讓整個總量管制的機制可以兼顧到中小企業 他們所需要的碳的這個相關的使用能量度 這就是一個我這邊的前陣的問題 第二個是遲制的轉型的風險社會 第一個就是科技創新的風險的不確定性 以及它的負面效應 當然在整個溫室氣體減量的一個過程當中 科技本來就是要不斷的去創新 包括現在我們發展出輕能還有後續的相關的能源 但是我們不可避免的必須要考量到它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以經濟誘因為減量的目標 到底如何能夠促成全球性的溫室氣體減量這樣的目標呢 碳定價本身是不是一個誘因 裡面我們到底是採取什麼樣的手段 這件事情剛剛各位一直在談碳費它會不會是一個誘因 我個人一直覺得它可能變成是對公司而言 它是一個cost而不是一個誘因 它的成本的概念對於公司來說可能會遠大於 它是一個我要積極減碳的一個動力 所以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整合 那資源性市場這樣的機制 有沒有可能真的push這些產業去努力的去擬定出他們 資源性減碳的一個這樣子的機制 這可能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是我要針對綠色經濟成長的迷思 就是說我們現在所要追求的經濟生活 到底是我們要持續的去看台灣的GDP 要不斷的成長 還是說我們要整體性的來看 台灣的經濟生活應該要維持在什麼樣的一定水準 然後多的部分我們要去呼應到國際間我們應該扮演的角色 這裡就會呼應到台灣在於整個全球氣候變遷 治理上面台灣自己的本身的定位 那這個定位呢台灣要怎麼樣去銜接 台灣如果已經夠了我們還要再追求經濟成長 或者是我們把所有多出來的部分去貢獻到整個全球經濟的 其他的不平等的國家裡面去做一個全球性的一個角色 接軌國際這件事情不只是定價這件事情接軌 而是包括台灣能夠對於全球治理這件事情 能夠提供什麼樣的貢獻 而且這個可能是一個更重要我覺得在全球看到台灣這件事情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至於剛剛有談到一個貪定價徵收的資金 使用的分配跟公平性這個部分 其實我在這個部分呢 可能下次再談好了 技術移轉的必要性就是 有關於就是相關的技術移轉 包括說大廠的技術移轉 如何讓中小企業能夠接軌 其實我這邊相當看重的是 中小企業要如何生存 以及面臨未來在探定價不斷高漲的情況之下 中小企業有關於剛剛經濟部談到 中小企業能不能繼續生存的這個問題 因為他會面臨到相當大的一個勞工公正轉型的問題 轉不轉得過去 而且這些人 他們到未來之後的一個出入的一個相關的問題 最後我做一個小節 氣候變遷的根本問題是 要回到一個就是人權保障和環境保障的一個問題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問題好像很空泛 可是我們回過頭來看 整個人類歷史 剛剛蕭老師有說我們是未來的環債 所謂的氣候債 可是某程度我們是要恢復過去的原狀 就是我們怎麼會導致於現在的溫室氣體排放效應 是過去的破壞所導致於今天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恢復原狀的事情 所以過去的包括我們怎麼樣讓富裕國家 其實都是一個全球性的角度 這些富裕國家當初是怎麼樣讓整個高碳排發生 然後以及環境如何破壞 我們怎麼樣去回應到這個氣候變遷根本性的問題 以至於到最後我們徵收的錢可以怎麼樣運用這件事情 會回應到我們在人權保障和環境保護的這個問題下 第二個是我剛強調 台灣在全球治理上面的角色跟定位以及目標 不是只是單純的被動式的呼應 巴黎協定的這樣子的目標 以及相關的這個階段性目標而已 而是要看台灣對於全球能夠有什麼樣的貢獻 這個貢獻絕對不是減量的貢獻 因為台灣在減量上的貢獻對於全球來說 遠遠不及美國跟中國他們要減下來的量體 所以說台灣能夠對世界做什麼 而讓大家看到台灣的存在 而且台灣的這樣子的減量是有意義的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一個討論的另外一個重點 第二個是有關於科技創新以及生活的利基點 應該要回到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就是我們當初是怎麼樣發展到現在這個溫室氣體 溫室效應的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就要回歸到根本性的問題去解決它 第一個就是過去勞工的權益的問題 就是有關於這個奴隸制度的問題 因為我們可能在原物料上面的破壞 以及原物料上面的開採 包括再生能源的原物料它的開採 其實都是大量的碳排放 那這些問題其實就會回到人權問題 這個部分可能大家可以再去參考相關的文件 跟這個比方說Slavery Index這樣子的網站 那其實再來就是第二個是 現在的整個這個的趨勢 其實是以恢復生態系統以及生物對象性為主 所以在整個台灣吃轉型上面 我這邊列了一二三四五點 我覺得第一個是氣候風險的整個社會的認識 其實相當不足 所以除了是產業界之外 長明對於氣候變遷的這樣子的風險 包括說我先讓大家計程車 計程車司機對我來說 轉電動車這件事情對他來說是高負擔的事情 他怎麼會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對於生活中必須要去做簡單這件事情 是沒有認知的 第二是政府跟人民還有多元各個產業之間的 這個風險溝通的問題 對 好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希望就是最後大家要去考量的是 就是一個探定這樣的公平性就是包括大企業之間的競爭 以及中小企業競爭的這樣子的資源取得的問題 以上謝謝 好謝謝 謝謝 那麼這樣 這兩位都有給我們一些新的一些看法 那麼現在我們邀請所有的這個語彈人還有主講人都上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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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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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開始 我們這第二場的討論和余談 那麼我們有 五位 余談人 那每位有六分鐘的 時間 那首先我們就請 連總 請 上 署長 那個主持人還有我們幾位余談人 還有那個司司長 那以為了我們在座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想今天這個議題非常重要 關西閣未來 台灣整個在淨寧減碳的一個路徑 還有整個產業的一個轉型 那為了要推動淨寧 其實 剛剛其實大家都有報告過 很多世界各國都要推動這種碳定價的制度 那民間也持續推動各種國際倡議 那我們場署署也有針對這個來蒐集 所以 剛剛特別提到 我們莊司長提到說 我們經濟部的一個 一個 所關注的一個方向 是哪幾個方向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我們經濟部 在持續在跟環境部這邊在溝通的一個方向 那其實大家提到 國際上針對碳定價制度 只要是大家清楚 排放交易跟碳稅 那我們剛剛為什麼講說 要有公平性跟競爭性 而且要接軌國際 那其實排放交易 我們莊司長剛剛也特別提到 在排放交易制度上 像歐盟 韓國 中國 大陸等等 他們是針對有一些產類的一些 尤其這些高碳洩漏風險的產類 它在某種程度是有給一些 比較高額度的一個免費和配 或是說它在製程上 如果是屬於製程上的原料 它是有給免費的一個和配 所以這個也是跟國際上 我們在實行這個碳費 或是碳稅的時候 這一部分我想應該是要跟國際去 去做一些接軌 那當然像歐盟他們在2005年 實施這種排放交易的時候 像剛才這些高碳洩漏風險的 他當然會設定一個標竿子 那我們最近在跟環境部談的時候 那個檢驗部門也是設定一個標竿子 達到這個標竿子的時候 其實某種程度給一些誘惠 那歐盟也是這樣 達到這種標竿子 就給一個免費的一個 合配的一個額度 那尤其是我想 今天應該有一些業界也有來了 像石化 碎泥 鋼鐵 那這個真的就是高風險的 那個碳洩漏的這個產業 那尤其這些產業 其實在全世界各國 也都是屬於比較 鉤房性的一個產業 那這些產業 就是說每個國家都想要擁有它 不可能說因為它的碳排放比較高 那這個產業就把它說 讓你走 所以說這個東西有時候 我們還是要思考到一些國內 有時候真的在發生一些緊急狀況下 有哪些產業是我們要keep住的 所以說我們在 為什麼剛才我們莊市長講說 這個在談淨檸跟碳會的時候 這個跟其他一些講 什麼水屋 土屋 空屋 這完全是不一樣 這是非常非常複雜的一個 立方的一個解題 關係到面向非常非常非常大 那當然無論是在排放交易或碳稅 國際做法都有在關注在 剛才我們提的 產業貿易競爭上的一個公平性 然後避免這種碳洩漏 並鼓勵產業就現階段 也就是現階段在技術上可行 我們跟環境部的達成功 就是說我們一定要要求廠商 一定產業一定要去減碳 尤其是現在國際上做得到的技術上 這已經可行的技術 他們一定要努力去做 不能說不做 這個是我們現在跟環境部的一個公式 就是說他一定要做 欸有做 那我才給你某種程度的一個優惠 所以這是我們目前的一個態度 那當然我們經濟部在推這個 減碳的時候其實我們不以疑慮 我們從94年開始推動企業自主減量 其實到現在已經總共有減了 差不多將近兩千萬公噸 那廠商也投入了將近一千多 那其實剛才那個律師也提到 現在要企業要做技術轉移 那尤其是我們最近從去年到應該要到14年 我們有一個EU特別預算 我們再推一個大代曉 那代曉就是以前都是個案的在推 那我們大代曉是推出 把大企業的經驗它的技術 它的能量能夠往下擴散到中小企業 因為中小企業 雖然不在這一次的碳費的一個範圍 但是它要在做減碳的時候 它還是某種程度它還是弱勢 那我們思考到這一點 我們就透過供應鏈垂直的方式 供應鏈垂直的方式 由這些大企業中心廠來帶這些小企業 那這個成效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那我們在推了112年在推的時候 我們總共減到將近1500萬公噸的這樣的碳排量 所以說這個案我們會持續推 那正如剛才那個報告人講的說 這種把大企業的技術移轉到 減碳的技術移轉到中小企業 這個是我們未來經濟部 在減碳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還會努力再做 那針對這個我們也會來督促說 企業界這個減碳是必一定要走的路 雖然很辛苦 但是非走不可 那尤其是我們是要以出貨為導向的 那當然跟國際接軌 國際的品牌商要求 我們一定要達到 那這部分我們 常發組一定會努力來推動企業 來做整個減碳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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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們經濟部的看法 那麼下面我們請中國鋼鐵公司的 吳一鳴處長 謝謝主持人 各位長官各位先進 大家好 那我想這邊代表鋼鐵業 來跟大家做一個想法的一個分享 首先在 因為今天我們的主題主要是談這個 碳飛 碳飛就是我們碳定價制度的一個一環 它最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要促進企業去推動減碳 我想這個是大家都可以認同的 那其實在 減碳 我相信我們的碳定價一定是可以做到 但是要做到這個淨零 其實這個是 反而是更需要另外一個面向 其實是要有技術的開發 那其實在 如果說我們碳定價做到一個程度之後 它變成技術開發的一個障礙 無法達到淨零的時候 這個會從一個減碳的工具 會變成一個財務的工具 因為它就收了錢 可是其實企業還是減不下來 因為技術還沒有開發出來 那其實在全球的鋼鐵業來說 我們依照這個IEA所畫的這個技術無形圖 其實可以去看出來 這個IEA裡面所陳述的是說 鋼鐵業在2050年 可以減碳百分之70 2070年可以減碳百分之90 它並沒有畫出來說 鋼鐵業可以達到淨零的一個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可是其實大家在看 全球鋼鐵業都非常努力在減碳 我們看到所有的鋼鐵業 不管是國內外 其實大家都是 只要是發佈出來 一定是什麼 我們2050年 我們一定要去努力達成 這個不管是碳中和 或是淨零排放 大家基本上都是定定 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其實大家都很努力在減碳 但是這個減碳 其實就要去考慮到一個 很小心的一個狀況 像我們以臨近國家的日本鋼鐵業為例 我們其實在整個在考量減碳目標 考量減碳策略的時候 都去參考日本鋼鐵業的一個做法 日本鋼鐵業其實在定定在2030年 要減碳30%的一個目標 這是一個其實在鋼鐵業裡面 算是相當比較高標準的一個目標 那在我們去探討它這個內容的時候 其實就會發現 其實在這個表面上看 可能看不太出來什麼 但是其實是以下去問 其實就會去調理說 其實它裡面最主要的一個策略 其實就是公司減產 就是公司減產 那我們就會去了解 那這個減產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其實就是說 日本出口減少了 出口減少 因為過去其實日本鋼鐵也很強 出口減少 那為什麼減少 因為會被某個大國的鋼鐵出口取代了 那其實這個是什麼 日本的鋼鐵業的能效 它的排碳的強度 其實在它能效一向是大家公認是最好的 它的排碳強度一向是最低的 那被取代了 這代表什麼意思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這就是所謂的碳邪漏 所謂的碳邪漏 但是這個是一個 我想這個在國際的貿易上 這是一個現實 這個很難去避免 但是其實我們要提到就是說 鋼鐵業在台灣來講 鋼鐵業其實就是一個 完全開放的市場 我們是零關稅的 所以其實在整個 完全會受到國際 所有其他國家的 各個鋼廠的成本 大家互相在競爭 大家其實剛剛有提到說 可能收了碳費 是不是會造成綠色痛痛 其實這個是一個 一定是鋼鐵業者 他一定會設法說 我既然被徵收碳費 我要設法去轉嫁 可是不見得能夠那麼如意 因為其他國家的鋼鐵 它的產品 它的價格就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轉嫁不出去 或者是說鋼鐵業轉嫁出去了 下游了鋼鐵加工業 它的成本就提升了 那有沒有辦法去 跟其他國家的鋼鐵加工業的競爭 這些都是一個 其實我們後續必須去考慮到這個問題 那一個不小心 都很容易就會造成這個 碳洩漏的一個情況 那有人說 碳洩漏有什麼不好 那其實碳洩漏就是 我們自己好像減碳減下來了 其實全球是沒有減的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事情 全球是沒有減的 那減碳是要全球一起減 不是這樣子講 那另外就是說 那我們在國家裡面 就承受經濟的垂直 我想這個是 當然大家一起去努力做這個減碳 但是其實還是要共同的來推動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 我們整個一個 針對這個碳費 或者是整個減碳的部分的一個想法 相關碳的定價管制的想法 其實就是說 我們需要是一個公平的競爭 其他國家大概收多少 我們就收多少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我們不要比人家高 我們也不需要比人家低 就跟大家一樣就好了 大家再一個公平的競爭點 那 這個部分這樣子來比較 大家就會是一個 等於說大家共同一起來 往減碳的方向來努力 我想以上做一個報告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副長 那現在我們邀請 石化工業的代表 許平碩 副副長 主席 各位與會代表大家好 石化工業 石化業跟鋼鐵業一樣 石化業跟鋼鐵業一樣 其實都是國家的基礎產業 從十大建設開始 其實就是石化跟鋼鐵業這個單缸 所以它對台灣的那個經濟的一個貢獻 其實不言可喻 然後它最重要的是支援其他的這個產業的發展 所以石化業的這個產業的關鍵性是非常的強的 所以它包括我們從一剛開始的傳統產業 到目前很夯的這個電子跟半導體產業等等的話 都必須要有這個石化業來當任這個最佳的這個輔助的一個角色 所以以這個半導體而言 它的原物料中的石化的相關材料其實比重高達這個六成以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石化產業的透過直接跟間接的效果 其實每年對GDP的貢獻差不多有15%到18%之間 那我們從2005年從94年的話 其實我們六大產業公會其實跟這個剛剛的這個蔡林理署長 那個六大部門不太一樣 我們包括這個石化、鋼鐵、紡織、半導體等等的話 其實已經配合這個以前的工業局現在產發署 都已經一直在配合做一個減碳 當初是以一年減碳一個person為目標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從2005年到今年2024年 其實已經將近20年的一個時間了 所以不是我們這些六大產業不是沒有要做這個減碳 或者是現在從這個用我們這個以六大產業來以這個為主軸 來要求他們一個減碳 其實我們從2005年就已經減非常多了 我們以台塑企業為例 我們差不多從這個2007年是我們六青整個一個擴建完成 到2020年的話我們就減了15.7%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努力的再做一個減量 那再來的話我們這幾年來的話 其實也有相當多大的一個減碳的效果 就是在這整個一直在努力 因為這幾年包括這個在氣候變遷的液體方面的話 確實也給我們這個很大的這個push的一個力量 不過就剛剛陳如剛剛這個鋼鐵業代表講的 其實我們這一兩年來 我們本來以為我們石化業的景氣會復甦 但是沒想到更慘 那我們有試算過如果是按照這個去年 去年那個薛部長講的這個要徵收的費率的話 我們是整年去遮北綱 這個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衝擊 所以剛剛有講說如果是以傳統產業而言的話 這個費率的話基本上真的要甚至 因為公正轉型的話其實勞工也是 也大企業一樣的勞工其實也很多 其實各位也要體諒我們 我們雖然比中小企業的員工人數還多很多 但是我們一樣就是一樣是會有面對的這個壓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自主減量的目標部分的話 從一些的一個訊息可以看出來 感覺環境部定的一個是一個非常高標準的一個目標 甚至可能比24%到在2030年更高 可是這個我剛剛跟各位報告過 其實我們從2005年開始配合經濟部 其實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 就好像零毛巾一樣 我們台塑企業最喜歡講零毛巾 是零著零著到最後就剛剛像這個鋼鐵業代表講的一樣 我們受那個我們在海峽對岸的這個影響 在這幾年有七大石化工業區陸陸續續興建出來 其實我們真正能夠當下去的 除了我們能夠減碳以外 最重要其實我們產能利用 因為現在是一個非常差的一個狀況 那預期今年也不會好未來幾年也不會好 因為謝金河董事長也不看到我們的石化業 然後在這個SVT的部分的話 其實剛剛那個蔡玲宇署長講的 說要這個我們以那個SVT當作一個標準 可是並不是每一個產業它都有辦法參加SVT 像那個台積電它就沒有辦法去參加 所以說我們覺得說即使這個費率的話 其實我們覺得應該要衡量我們各行各業的這個不同的狀況 甚至我們在不管這個歐盟的西北或是中國大陸或日本韓國新加坡 他們可以目前可以負擔的 我們其實我們有沒有能力跟他們負擔一樣多甚至更大 這個都是我們要去做一個考量的 另外是2.5萬噸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要繳所得稅 可是我們所得稅有它的免徵的額度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2.5萬噸其實就是一個免徵額度的一個觀念 為什麼2.5萬噸以上的它每一頓它全部都要繳 可是2.5萬噸以下它一頓都不用繳 這是不是有骨河宮廷的原則 這也是大家需要去考慮的 好 以上 好 謝謝 下面我們邀請光榮 這個是老師 謝謝主持人 各位好 其實這個討論碳費這件事情 我一開始就覺得有點突兀 因為知道那個氣候變遷法裡面 應該是總量管制嘛 排放權交易 其實碳費這件事情呢 其實剛剛前面先進都有提到 不景氣的時候大家都不排嘛 因為沒有殘本藥素製造 然後大家都景氣的時候 碳費它其實根本不care 它就拼命生產 所以收碳費是不是一個控制溫室氣體的一個好辦法 其實我滿懷疑的 好 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說 我認為我們的碳費要有感 企業才會去想辦法減碳 假如太便宜了 反正我就付付錢嘛 當然我都還是需要跟大家講說 我是很辛苦的 但是我還是要去付 假如你高的話 它才會想盡辦法去怎麼減碳 但是呢我們的環境部呢就提出了一個 假如你有提出自足減量的方案的話 我們會給你優惠的費力 這個讓我就覺得 因為我最近很少跟環境部有打交道 不過過去跟環境部打交道的經驗是 我們環境部都滿體貼業者的 所以呢到底要收多少的碳費 好 那我就來談這個減量額度這個部分好了 減量額度到底已經有發生了多少 已經發生了多少 我們現在談 我不清楚是不是有這個計算 剛剛好像有業界的提 他們已經做到2000萬噸左右 或是1500萬噸 那跟我們現在想要減收碳費這個額度比 我們的比率是多少 所以到底這個碳費的制度有沒有意義 只要你的比率太高 你可以減的額度太多的話 那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另外剛剛蔡林署長有提到 不建議去用國外的減量額度 但是假如你的框架或是你的法律裡面 你的辦法裡面有 那為什麼業者不能用呢 所以你寫出來當然大家可以用 所以國外的額度 到底用5%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國外的額度會有多少 京都議定書的CDM機制 還有很多的額度在外面 因為有的計劃要在進行 那有的已經進行了 但是他沒有把它換成真正的issurance 所以在2025年前CDM計劃要結束 大概全球總共有28億噸的額度 在市場可以拍賣去搜尋 那這些是沒有減量的 實質減量的 另外還有其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很認真的減量 所以有的國家的NDC其實是蠻寬鬆的 所以它寬鬆了之後 它又可以很輕鬆的達到NDC的目的 然後它甚至還超越它NDC的目的 所以它可以把餘額賣出來 那我們可不可以去買呢 還有有的國家甚至會double counting 這個不是假的 真的已經過去在trading的時候就發生過 所以你跟這個國家買了它的減量額度 結果它又算在它自己家裡的減量額度了 那我們台灣其實還蠻喜歡種樹減碳 大家可能都沒有注意 以前那個公車有很多廣告 旁邊說某某房屋說我們種了1萬顆樹 每年減2500公噸的二氧化碳 大家都從來沒去算對不對 這是一顆樹 一年要減250公斤的二氧化碳 你覺得可能嗎 你覺得可能嗎 它有吸入變成它身體的一部分嗎 所以其實台灣很多人喜歡這個森林 但是森林要活著才有減 另外呢你要種什麼樣的森林 你是只種3顆是沒有什麼用的 你一定是大片單一零像 而且要長得快 這個是不是就破壞生物多樣性 然後現在潮濕增溫乾燥亞馬遜的森林 都開始死亡了 非洲森林死亡 那假如是種樹的碳權 那樹死了這個碳權要怎麼算 要還回來嗎 還有到國際去買無用的碳權 要不要補回來 去年就發生過好多期 這個Vera全球最大的碳權認證機構 94%賣出去的碳權都是沒有減碳的 那要算回來嗎 所以我的最後的建議說 我們盡量避免使用抵檢 其實抵檢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大家都喜歡講減肥嗎 我想減肥結果是請你去減肥 這樣有用嗎 我請別人減肥 或是我把前年的減肥拿來今年的credit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不認為抵檢是一個有效的減碳方式 另外呢 避免使用森林的碳權抵檢 其實真正的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就是Triple Renewable 跟Double Efficiency 謝謝 謝謝徐老師 那我們請陳雍慧組長 他是華人荒野保護協會 謝謝 首先我非常感謝台大高學中心 跟周桂田老師的邀請 我們這個Session談的是 判定價法制與持制轉型 我個人認為這個持制轉型 這個題目取得很好 因為他其實真的講到很多人的痛處 那跟徐老師有點不同的 就是我認為探費或是探稅 是絕對有效的那個政策工具 因為我自己本身並不是 我是企業界出來的 所以非常知道這個所謂的移價質量 它可以發揮什麼樣的效果 所以我們還是主張就是先探費 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探稅 就是趕快去研議 趕快2026年的時候 趕快可以進行 然後發揮這個經濟學上 所謂的移價質量的效果 然後同時我們趕快去評估 像大家都一直呼籲的 就是這個總量管制跟排放交易 還有台灣的Seven 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剛剛那個司司長有提到說 2030 24%已經有困難了 然後莊次長又說 這個探費要留在台灣 又提到這個2.5萬噸不公平 然後這我就要回到這個 檢體司長所提出來的問題 就是那為什麼要訂這個2.5萬噸的門檻 全面收了不就好了嗎 所以這個讓我們覺得 這個有點很像是拿著石頭 要砸自己的腳 然後又說這個腳很痛 這個是非常不合理的情況 那這部分我也要回應一下 這個所謂的競爭力 一直在談這個競爭力 我們到底在談的是現在的競爭力 還是我們還有更長期的競爭力 我們必須要去規劃 如果大家有在看那個麻生理工學院 他就是他所做出來的 所謂的綠色未來指數的話 在綠色創新這一塊 他評比的76個國家裡頭 台灣在2022年我們的排名是74名 在2023年又掉了一名 我們是倒數第二名 我們是75名 所以我們台灣在未來的 我們的綠色競爭力 跟綠色的創新力在哪裡 那我在這裡一定就是希望希望 我們這個充滿誠意的碳廢的機制 這個可以重新再思考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有90%的碳排量 我們是來自於能源燃燒 所以照理說應該是從源頭來克制這個碳廢 是最容易 而且也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但是我們硬要從下游來克制 然後弄出一個2.5萬噸 當作這個所謂的克制門檻 讓我們整體的碳廢的覆蓋率 當然還有再加電力液排放的部分 漸漸不可 所以我們這整個碳廢的覆蓋率 事實上只有百分之五十幾 這個事實上已經是令人很失望 而現在跌破眼睛的就是 還在想說這2.5萬噸的這個克制門檻 是不是為了所謂的公平機制 這個2.5萬噸都要免增 我們在這裡真的呼籲的不只是環境部 還有在場的所有經濟部的官員 還有企業 我們絕對反對這個2.5萬噸的免增額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實質轉型上面 我們台灣已經起步太慢了 我們有非常明顯的遲滯轉型症候群 那造成這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們政府缺乏破例 還有企業缺乏擔當 所以我們應該要拿出很具體 很有效的這個減碳政策 去提高這個碳廢的覆蓋率 同時我們要求這個企業更積極更快速 來做這個低碳轉型 錢真的有效的 那如果我們不這麼做的話 大多數的廠商可能認為轉型跟自己 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們就應付應付就可以 我自己企業接觸來我非常知道 所以我們如果缺乏這個破例 跟積極目標的政府 很可能會讓這個大企業認為說 與其大刀闊斧來做減碳 不如努力來說服政府 這個降低這個政策領導 然後中小企業 這個是非常危險的一塊 它很可能在沒有明確的壓力之下 它不及得做綠色轉型 但是世界在往前走 所以我們很可能會讓他們 在未來被這個國際情勢逼迫的時候 產生出來這個商業危機 那探費不足 那個覆蓋率不足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所以如果這個2.5萬噸的免增額再下去 很可能連這個一半的覆蓋率都不到 我們現在在供給裡面 就到處在蓋這個光電跟風電 造成這個選址不當跟溝通不良 引發很多民間環保團體 而且是很多是贊成綠電的環保團體 跟攝影團體都有很多的反彈 政府到現在卻沒有真的拿出辦法 來去處理這個需求面 也沒有辦法提出更積極這2030減碳目標 我們的2030減碳目標 剛剛黃世忠執行長有說 我們在靠我們被打臉的很厲害 我們2030年的減碳目標被評比為極差 所以我認為這個所謂的免增 這個是一個虛偽的公平 政府如果真的強調這個公平 那事實上就應該是要從上游來克徵 全面克徵去捲動這個整個社會的轉型 這樣子才可以真的是達到這個公平 不能說因為我有這個2.5萬噸的門檻 我現在又說我2.5萬噸免增 這個簡直是倒果為因 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接受 也讓民間信任政府 這個減碳的決心是大受打擊 然後企業一直在強調這個公平公平 我們要強調一次就是我國長久以來我們用各種手段 去補貼油費水費電費和各種類型的化石燃料 越是耗能的是補貼越多 這些排碳大戶你們長久以來受到的種種補貼也夠多了 所以希望你們可以拿出這個企業責任來 向政府和社會承諾不需要什麼2.5萬噸免增 你應該好好繳這個碳費 然後如果有一些2.5萬噸到3噸 之間3萬噸的廠商 就真的很在意就拜託請你們減能減碳 把自己降到2.5萬噸的門檻一下 請你們發揮台灣企業有不畏艱難的實力 好 在這裡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要負責任的為我們下一代打造一個 可以在氣候競爭跟氣候危機下面能夠生存的環境 謝謝 好 謝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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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現在3點57分 請問周老師 我們4點鐘結束呢 還是再演一下 4點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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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有13分鐘的時間 請各位來發言 來請教 來交換意見 請大家 我規則我都不講了 跟剛剛佟老師的規則一樣 好 周老師 我簡單問一下那個名詞實長 就是說您剛剛提那個韓國的那個 呃 實質的這個 碳的這個定價 碳定價是20.6塊 那你談的這個是國際的競爭公平性 那這個地方我第一個要談的 還有其他國家 那這些都是東亞國家 東亞國家我們知道 包括韓國2009的綠色成長策略 到2010的碳交易 其實也大家都在做好看 那所以我們在所謂的這個 國際的競爭的公平性上面 這當然要考慎 那我要提一點就是說 我也是第一天 第一次聽到這個 所以這個地方是需要再溝通 跟確認 因為 第二 台灣的電價 是比韓國低嘛 對不對 所以台灣的油電補貼 是比台灣太過高嘛 對不對 所以這一樣一併去計算 我們的化石燃料的補貼 還有這裡邊牽涉到的碳排放係數 對不對 韓國在2022是0.16期嘛 對不對 台灣是0.195嘛 我們也比人家高 所以這裡邊其實 除了國際公平性 這裡還要考量 那那個環境部這邊提到 是國內的公平性 那我們上禮拜 我其實大家有看到 就是為了這50家 這個要擴減2.5萬噸 其實就是那50家 所以我們看到 非常多的環境團體 或是律師協會 他們其實對這個非常care 是不是要為了這個50家 去談說這是國內的公平性 所以這是兩兆的問題 好 謝謝 好 謝謝 來 哪一位 我也問一下莊市長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IRA 歐盟的 日本的 還有整個國家的 其實我們在外面 都看到別的國家 拿很多的錢 那我們就是2030年9000億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 政府邊的預算 一年只有700多億 很多在做科研 很多一部就是國營事業 經濟部所主管的 那我們到底拿了多少錢 我們台灣的IRA 是多少錢 因為這個錢呢 比碳費 所以說真的還來得更重要 才能夠盡力 我們現在 很有信心的 你的 因為台電又虧那麼的多 裡面一半 9000億裡面一半 都是台電中油 那我們到底經濟部 或是未來政府規劃 是多少錢 好 謝謝 再 來 彥廷 大家好 我是環金權的李彥廷 想問那個 先問中綱的吳怡民處長 就是關於那個 關於就是排放量 就是這個 也精美的這個大陸 收費的範圍 你們是怎麼想這件事情 這樣子 到底是不是可以這樣子去驅動 高爐製程的汰換 這樣子 當然你剛才講那個 紅綠衝突的部分 我 或者是台塑講的這個東西 我其實不太認同 那 那接下來其實就是 回到那個 許平素的這個想法 這個台塑的這個想法 這樣子 我是蠻想念 好久沒有聽到 就是在講這個 產業關聯性的部分 就是我們過往在看 六星跟台塑的議題的時候 其實每次都會在提到說 就是 產業關聯性的問題 但我想問 那台塑這邊在 那個賣電的這個轉型 跟那個 台塑化了十六座的這個 氣墊工程廠 具體到底怎麼做這樣子 相對於中油 其實煤都已經轉期了 那台塑這方面 其實遲遲都沒有做到 那你具體說 你每次在股通會都宣誓說 你們 要邁向近零 或怎麼樣 但具體的這些進展 其實都講不清楚 他又開始在講 產業關聯性的部分 那要怎麼回應 潛探的部分 這樣子 這是兩個問題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 現在有三位提問 我想再邀請一位 沒有 沒有 那麼我們就請 這個周老師長來回應 謝謝周老師的一個提醒 其實我非常同意 老師所提的觀點 我們覺得 其實我們在內部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們常常跟環球部討論說 其實現在不能單純從 他們來看廠商實際的一個碳負擔 因為我們看廠商其實在不同的建品廠其他負擔 跟碳有關的部分其實都是存在著它的一個實質的一個成本 比如說我們曾經提出說 現在國內的那個貨物稅部分其實針對石油油品的部分其實是有它的科增的一個稅額在 但是其實它某種程度也是一種等於使用所造成碳排放的一個負擔 所以我們也曾經提出說 是不是可以用這次碳費的一個討論的機制 同時把廠商實質的碳負擔全部拿出來看 其實甚至像我們提過說 負擔之外廠商有沒有可能在其他得到相關的一個補助的一個狀況也來做橫平的考量 來看政府在這一部分對廠商的一個實質在政策上的壓力 或是在政策上的支持總共有多少 再來看我們下一步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議題其實是在這個碳定價的討論上其實是可以拿出來在進步討論的 只是這個有實質上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我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因為那個碳定價有它的壓力在 然後貨物稅簽成的那個問題其實是比我想中來的複雜很多 所以沒有辦法在短時間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我們值得再來做努力 那第一個是那個彭正恩這邊的一個提問 其實那個國家整體那個碳的那個預算投入部分其實是國發會來做統整 那我現在初步掌握知道是在113年 目前預計那個投入預算到有964億 以及相較112年其實是增長了300多億 那當然其實很多重點都是在做有關 能源轉型相關紀錄建設或是晉明科技的一個研發 因為這個就國內來講其實以短期來說 這是我們絕對要做的事情 因為解決那個能源使用來降低那個能源的一個碳密集度 這是絕對要做的事情 另外就是要在裡面尋找台灣未來再進民的一個可能發展的一個潛力的一個項目 所以目前總是在 可是說實在這一點我覺得值得大家努力就是說 和這個問題覺得不是一兩年可以解決的 可是我們又沒有辦法在目前的行政的機制之下去提出一個 比較中長期的一個政策連同預算的一個機制 這個我覺得目前我們好像有長期的政客 可是沒有長期的預算 那這一點可能在很多政策在推動上就有很大的不屑定性 因為我不知道我政策推到中期長期 它的預算沒有辦法跟得上 這我覺得是在我們整個制度面可能要來突破 因為其實我們在思考進行這一題就發現說 其實要以目前的行政部門在相關的一些資質下 其實有它的局限性 因為行政部門都習慣去處理今年跟明年甚至是後年的事情而已 我沒有辦法處理後年以後更長遠的事情 可是靜寧你現在要處理是30年後的事情 那目前的時間體制怎麼去調整來因應這個靜寧性的一個挑戰 我覺得或許是我們在探討這個問題上 可以在另外開了一條支線再來投入這一題 以上兩點一回應謝謝 謝謝董事長 那麼我們是不是請台塑的許副長 各位好 對 那就是說我們剛剛講的就是第一個是這個產業的關聯性 其實剛剛也有講我們六清跟台塑 就是我們一直從我們最上游的這個煉油 然後清油裂結 然後吸聽 然後一直到下面的這個醇 然後這些像PVC的部分 我們台塑的話是以PVC 那個具PVC起家的 所以我們一向都想說這個產業關聯性 只是從碳配的部分也可以用產業的關聯性來看 所以像我們台塑在六清的部分 我們如果從這個上面的最上面的煉油廠 一直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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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碳配下去的 我們有試算過 其實我們如果跟在下面一直PVC廠 甚至最正後面的這個PVC管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跟我們淫進國家的競爭力的話 那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剛剛講的話還有一個 就是說這個煤漲氣的一個轉型部分 確實我們在麥寮氣墊的部分 我們總共有三套的基礎 一套基礎的話是跟這個台電的合約是在今年五月到期 然後第二套是在今年九月 然後第三套是明年的九月 這個的話 我們也確實在環境有通過要去做煤轉器 這個會再跟這個 這是我們會往這方向去做一個執行 另外的話還有這個塑化的部分 台塑石化的部分 甚至我們其他的氣墊共生廠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個有牽扯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我們要去從環品一直到蓋好的話 其實需要很長的一個時間 然後我們到2050年的話 又說要去做這個淨零 那如果這些廠中間只有運轉 這一個這些年度的話 那是不是這個在各個層面上 是不是無可包括這個環境的一個層面 這個也是各位必須要去證思的 另外的話就是補貼的部分 請 好 我們時間不多 剩下兩分鐘 我再看看 在座 好 好 一分鐘 我想這樣子 就是說 國際上有很多國家已經開始做探定價制度 我們台灣不是第一個 技術上我們其實 其實都比較很多 其實我們比較 我們是後行者 我們其實後進有後進的優勢 我們可以參考別人的做法來做 我們不用自己去重新發明一個輪子 我們去參考別人的做法 就是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就是這樣 人家現在有收的 我們就去收 人家現在沒有收的 我們就不要收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一個論點而已 其實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爭議 可是其實這個爭議 我相信在其他國家 他們已經炒過了 那一定就是一個 過去就是人家已經有這樣一個經驗 就是總體道變成這個樣子 那我想我們其實 我建議就是收其實就是follow 大概目前來的做法 未來如果人家收了 那我們就把相關的項目 就一樣比照來收 其實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想法而已 謝謝 好 謝謝 現在時間剩下一分鐘 我就不再邀請各位 我這樣講 其實我還是要跟各位報告 我們現在企業界是這樣 譬如中鋼 大家講到已經沒 那全世界現在把那個拿掉 技術上是沒有這個技術 但是我們部長就責成他說不管 你反正你是 雖然現在是比你 但是有一點 你要負責的減探 你就是要去把全世界最好的技術 都放到你的中鋼這邊 所以他們現在不管是那個 就是從那個青 然後噴那個什麼 反正他現在無所不用其極 已經在做各種東西 那我是覺得說 這有些是階段性的問題 很多東西你不可能說 我一下子從百分之百 用眼鏡面再做 突然間就全部都沒有 因為這個 有些減探的技術是 漸進式的在做 那我們要看 我們現在在跟環境部在檢討 是說 我們要逼著業界是說 國際上可行可商業化的技術 你有沒有拿來用 我現在不管你的成本 你有沒有嘗試的來用 如果有嘗試來用 我認為你是很認真在減探 所以說 我們現在是用這樣的態度 在跟產業在談減探 所以才到中間 我給他補充 他現在 可能全世界同心的減探技術 都在那裡用 好 謝謝 謝謝 那麼時間已經到了11分了 可是我一次都沒機會講話 沒有啦 沒有啦 大家都要準備 喝開去喝點水了 喝點水 不過我只講兩點 第一點 2.5萬噸的免徵額 跟那個所得稅的免徵額 是不一樣的一一 2.5萬噸的免徵額 給你的話好像說 你有污染的權利 那麼 所得稅的免徵額 是你的基本生活需求 所以兩個不能夠 用這個理由來說 要需要2.5萬噸的錢 因為這是給你一個 免 就給你一個污染的權利 我們應該沒有一個人 有污染的權利 你要污染 你必須要去付費 去付出你的代價 才能夠污染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 這個 在 比較日本跟韓國跟台灣 的 這個產業 中油 鋼鐵 可以 應該要比剛剛市長 講的很好 那麼 要真的去把各方面 不過基本上我們去看 就曉得了 日本 剛剛成功會講的 日本韓國的油價 電價比台灣高了很多 看得高了很多 這裡面是什麼 包括了油 電的能源稅 和他們的碳水 那我們呢 油電價格很便宜 然後呢 這就是 基本上這就是一個 全民對於 不只是政府對於這個 這個 這個 是全民的一個問題 這一點是 所以說 這個 經濟部兩位長官 一直在講 我們要顧慮到 產業的面臨 這個碳 減碳的這個風險 事實上是沒風險 我們 我們被養得太 太肥了 然後呢 如果不 這才會 才是造成了一個風險 風險是來自於被養 被養出來的 經濟部不要太 太太太把 太太顧慮到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所謂的 綠色的競爭力 好 我就不邀請各位再反應了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